這是選舉 你們放心好了 最後一定會合的 之後怎麼合 選上以熱烈掌聲作為回應 有沒有聽錯 藍白要整合了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才棄國民黨 愛放話藍白合 才過一天態度180度大轉變 政治上你不要把民眾當作敵人 其實在思考說 為什麼內核 全世界先進國家都內核制 有他的道理 柯文哲沒回應 但他28號去參加 中華戰略學會活動 對著退役軍官將領們 不但首度親口說出 藍白一定合 被問到克剛 也說不贊成去中國話 還表示可以恢復三民主義教學 這本來就是憲法第一條 但若是要入考題 態度就保留 字字句句 很對深藍的胃 整合腳步看似近了 這個合指的是 政黨之間應該要和諧合作 我們主張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調 來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足以挑戰民進黨的賴清德 輸的退選 藍音心情只怕像洗三溫暖 原本開心要整合 沒想到柯文哲又出難題 大膽提出用數字平高下 還要輸著退出 這下怎麼接招 我們尊重民眾黨對於藍白 核的任何的意見 只有在野黨合作 才可以下架民進黨 金庸的劃山論件 雖然精彩 還是比較喜歡 射掉英雄戰理 瑕疵大者 為國為民 各方的建議或是合作的方式 都會納入考量 國民黨說會考慮 侯友宜跟郭台銘則必談民調 柯文哲的膽小鬼遊戲 玩很大 費率對手 佔不奉陪